那你觉得就最完美的尺寸是多少大大概 我指的尺寸是男人的身高 我是说七八的那个尺寸 就你觉得男人的尺寸重不重要 重要啊 重要 不重要 挺重要的 还是挺重要的吧 为什么 太大了也不好 太小了也不好吧 这个还好吧 就是我不要太糟糕就可以 因为谁喜欢牙签啊 如果遇到牙签多可悲 这个关乎于女性信不信服 你以为不一定尺寸好就技术好 因为长了会让你很爽 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 最完美的尺寸是多大 要比出来吗 可以 可以比出来 这样 这样子是吧 OK 对这样子 好 15公分以内 15公分以内 差不多 对 差不多 想了吧 我自己的 差不多 哈哈哈 来嘛 你比一下 你大概比一下是多少 嗯 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这样子吗 这样子 这个是勃起了长度吗 就只有这么一点 嗯 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太大的不一定火好呀 是吧 12 13吧 13吧 我比较十四吧 十四啊 我好像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吧 我觉得主要是还是看技术吧 还要看长得帅不帅 嗯 长得帅的话 可以原谅 可以原谅对 没有量过不知道 没有量过 嗯 那给你三个选项嘛 第一个是长度 第二个是宽度 然后第三个是硬度 你选哪一个 宽度吧 硬度吧 硬度吗 长度吧 长度吧 长度啊 就12 13 不是12 13 不是12 13 还要再 再长一点 嗯 那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见过最小的G8是多小 最小的呀 那肯定是小孩的啊 应该就这么一点吧 小学生那种啊 小学那种啊 就这种是吧 差不多吧 就除了小孩子之外啊 你大概比划一下吧 最小的多小 这么多吧 就这样的小是吧 啊 这样的小 跟你的手指差不多吧 我的哪一个手指 你的 嗯 无名指吧 无名指啊 对 无名指 就这样子是吧 那是中指 无名指 哦这样子 这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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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么多吗 这么长吗 就 就等一下 我看一下 就 就这么小 这么小啊 这么小啊 我看一下 有有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这么小 嗯 就是勃起的长度吗 就这么一点 嗯 对 这个 确实有一点小 他是不是一个胖子 对 真的 我见过最小的 没有我朋友见过最小的 因为有一天 我朋友跟我哭诉 他的相亲对象 然后完了 办完事之后 他就觉得特别懊恼 特别想哭 因为他遇到一个牙签 嘎嘎嘎嘎 嘎嘎 那最大的呢 对 对 对 这么多啊 这么大的 C哦 最大的 两个中 两个无名指吧 还是 差不多吧 这么长啊 这么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这个 这个15 16吧 应该有 对对对 15 16 对 那你就觉得14是刚好的这个 对对 我觉得14刚好 15 16就有点大了是吧 对对 我想一下 我前来有的最大 多少 你比划一下 看 哇 这么大 我去荷兰的时候 有看到那个黑人的机器 可能有那么大吧 但是我觉得有点 哇 是吧 假如啊 你男朋友 就第一次 跟你啪啪的时候 他脱下裤子 然后 他有这么一点 对 然后你当时 你是什么心情 你会怎么做 我能表示无奈吗 那就这样了呗 有什么再多的不满意 让我什么也可以说 就含着泪 就默默的 就 差不多吧 就 我会很直接就 好了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倒是一口冷气 关灯呗 有一种可能 钻掉进海里的感觉 大海捞针是吧 是 正常的 正常的 还是会选择分手 选择什么 分手 果断分啊 直接死了 我操你妈 我老子给分手 我会好好劝他 把裤子穿上 就这样 拜拜